你绝对想不到当大学生装省里领导视察校园 没有多离谱 从走进学校的大门开始 保安大叔就连忙进行表示问候 此时的保安看似稳如老狗 时的心理早已波涛汹涌 目送领导走进校园后 赶紧拨通了校长的电话报告 四不两直来了 可还没等到校长派人接待 几位领导们就直接杀到了学校的食堂 不说这一群穿着行政夹克和皮鞋的气质 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摄像小哥 就是单独拿出一个 走在路上都能把校园里的小情侣吓分手 食堂的阿姨看到几位领导来打饭 吓得手一个劲地往餐盘里夹肉 多年手抖的毛病在这一刻瞬间被治愈了 当带走的领导拿起桌前的小米粥时 阿姨更是紧张得手足无措 临走之前还不忘问问正在吃饭的学生这里的菜 到底好不好吃 然而在视察完食堂后 领导们并没有查进心 紧接着就到了学生们平时上时间课的地方 开始了现场查课 吓得在办公室喝茶的任客老师只打哆嗦 然而最离谱的是 当他们装模作样地参观校园时 被赶来的校长撞个正常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 是校长见到几位领导 连忙给他们带 一点点地介绍起了学校 领导也是给台阶就上 在校长面前开始规划起了校园的建设 边上的校领导也是连忙点头表示赞同 兴致上来的假领导 还直接脱了衣服 跟学生打起了篮球 虽然投了个三步毡 但站在一旁观战的校长连忙给予掌声 好家伙 最后要走的时候 校长还不忘安排一辆轿车 送他们回酒店 事后几天校长把能找的人都找了 硬是没问出来 到底是市里的还是省里的 校长都以为是国家下来临时读导组 都没有怀疑这群人的真实性 毕竟这套衣服的压迫感 和这群团队的专业程度 怎么看都不像是假的 就算是明目张胆地走进教室 有大学生能看出他的破绽 但没有人敢赌那1%的真实性 原本睡大觉的大学生 立马提起了精神调整坐姿 甚至还不忘赶紧提醒前排的同学 领导去查宿舍的时候 更是直接遇到了守宿大哥 不得不说 大学生在整国方面确实自带报